嗨大家好我是影子 今天呢我們要來看一下官方所放出的開發商筆記本 這次是有關於在12月26號禮拜四即將要做的英雄平衡調整 那這邊可以看到呢這次所調整的英雄呢 全部都是上修喔 然後五星英雄水屬性的啟示 四星英雄裡面的卡爾圖花跟丁果 然後五星的月光英雄末日羅菲 改了這四隻角色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末日羅菲的大家比較關心末日羅菲 末日羅菲呢他的被動 戰神的全能 修改之前呢是本來每20點鬥志暴擊機率就會增加5% 所以呢如果沒有鬥志的話就沒有增加暴擊機率 然後鬥志滿的時候如果是100鬥志的話暴擊機率是增加25% 那現在直接把這一句話拿掉了 直接變成永久的暴擊機率增加30% 我覺得還不錯啦 不管他的鬥志多少暴擊機率都會增加30% 已經比本來的最大值25%還高了 所以呢末日羅菲的裝備會比較好撐 我們只需要把暴擊機率撐到70% 他就等於會有100%的暴擊機率 這個算是很不錯 再來大招呢 都沒有什麼改變 大招本來是攻擊地方單人嘛 然後消滅敵人的時候呢 可以隨機將一名死亡的我居以10%的生命力復活 然後產生一次的技能傷害無效 那修改之後呢 多加了復活的那一個角色呢 會速攻值增加100% 所以被復活的那一隻角色可以直接行動 不管他本來的速攻值在多少% 他會直接復活之後馬上行動 比以前好一點啦 不過我本來是希望他可以把末日羅菲的 技能倍率調高一些 因為我覺得末日羅菲他用大招來殺人 真的是有點困難 他的攻擊力並不是很高 主要是傷害倍率有點低 所以呢 只是把他的大招加強一些些 但是不是加強他的攻擊力 我覺得要殺到人還是會有一點點難度 那好不好用呢 是比以前好用一點啦 因為畢竟裝備稍微比較好撐 整體來講角色的攻擊力會稍微強一些 因為我們可以損失一些暴擊率 然後把那些暴擊率都換成攻擊力 或者是換成血量等等的 或者是換成暴傷也可以 但是沒有改技能傷害倍率我覺得有點可惜 可能用途也不會說大到哪去 但是至少會比以前好用 好 再來看到其次的普通攻擊蠻月鐮刀 本來是攻擊敵方單人 然後目標帶有防護罩的強化效果的時候呢 傷害量增加70% 那修改之後呢 變成目標帶有強化效果的時候 就會增加傷害量70% 他這個加蠻高的喔 70%是加很多 所以如果打PVP競技場的時候呢 敵方一進場有免疫效果的時候 直接用普通攻擊打人會非常的痛 再來大招 本來是攻擊敵方單人 然後呢 使技能冷卻增加兩回合 敵人的技能冷卻增加兩回合 兩回合內隱身 傷害量根據自己目前的生命力比率等比增加傷害 但是這隻角色不用稱生命 因為他這邊寫比率 他只是看你生命的百分比 所以如果 啟示剛開始 滿血的時候 用大招打人會是最痛的 那修改之後呢 多加了這一句 就是發生暴擊的時候 使自己在兩回合內產生防護罩 根據自己的攻擊力等比增加防護罩效果 所以除了隱身之外呢 還會有上防護罩的效果 上防護罩跟隱身搭配是非常棒的 為什麼呢 因為隱身狀態中呢 不能被單體攻擊打中嘛 因為單體攻擊只能選幾家角色 然後 被全體攻擊打中的時候 傷害量是減半的 那另外呢 我們知道如果角色身上有防護罩的時候呢 被打的時候 如果防護罩沒有破 是不會解除隱身狀態的 所以他整個生存能力會高很多 會比以前高很多 因為隱身加防護罩 會讓隱身非常的難被解除掉 這個還不錯 好再來看到卡爾圖花 卡爾圖花呢 只改了一個東西 就是把他的大招加強 那這邊呢 本來是大招使用的時候 只攻擊所有敵人 以50%最大75%的機率 在兩回合內造人攻擊力減少 那這個機率呢 改成最大100%的機率 所以把機率調高了 自己的生命力恢復一半之後 使自己在兩回合內產生防護力增加 根據自己的最大生命力等比增加傷害量 自己的生命力為一半以下的時候傷害量增加 那這邊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唯一改的就是 本來是要一半以下的時候傷害量才增加 變成75%以下 傷害量就會增加 所以觸發條件比較簡單 然後也有比較高的機率可以造成敵方攻擊力減少 就是改這樣 並沒有改非常多 所以我覺得這隻角色 嗯 改的這樣還是不會有出場機會的 好再來我們來看 丁國火焰屬性的四星戰士 丁國呢 他的快速燒烤 本來是攻擊所有敵人 然後目標處於出血狀態的時候呢 以100%的機率在兩回合內造成燒傷 那修改之後呢 多增加了恢復自己的生命力 然後恢復的生命力呢 是根據傷害量等比來看恢復多少 所以呢就是一個吸血的概念 打敵人越痛的時候呢 吸越多的血 那另外有一個好處是 這個技能是攻擊敵方全體的 所以他的吸血量會大很多 因為一次打很多人嘛 所以吸血應該是吸不少 那他是沒有講說會吸幾%啦 再來看一下大招 他的大招呢 本來是招待我軍食物 就是只能選擇我軍的其中一個人 解除所有的弱化效果 使技能冷卻時間減少一回合 然後產生追加回合 此技能會在每當敵人死亡的時候 減少技能冷卻時間一回合 那修改之後呢 變成全體我軍 所以呢 我們不用再選擇一個我軍了 可以全體解除所有弱化效果 並且在兩回合內 暴擊機率增加 另外10技能冷卻時間減少一回合 超強誒 自己還會產生追加回合 而且敵人如果死掉的時候呢 這個技能冷卻時間會減少 我覺得丁果的大招變得很猛誒 除了補單體變成補全體之外呢 還另外額外多增加了 兩回合內暴擊機率增加 哇 他變好強喔 這個很不錯誒 我覺得 是不是要練一隻丁果出來啦 丁果變得很猛誒 所以今天這四隻角色裡面 我覺得改最多的應該是丁果 我覺得丁果作用會比以前強很多 啟示呢 我覺得還OK就是 尬招之後 自己處於隱身的狀態 會比較難被解除掉 那因為他的第二招 啟示的第二招呢 在隱身狀態下打人會比較痛 所以啟示改的還不錯 末日羅菲呢 我覺得他的 被動雖然改成暴擊機率增加30% 比以前好一些 可是我覺得他的傷害倍率還是太低 比目前的一線光暗角色還是差了一些啦 並沒有改很多 那卡爾圖他呢 就真的是太弱了 他本來就沒什麼人在用 然後改了之後呢 我覺得絕對也是沒有人用 他這個改太少了 這邊改的根本就是一些皮毛 無傷大雅的 所以以後可能偶爾會看到 騎士、丁國跟末日羅菲 那卡爾圖他是 嗯 看到也不會有什麼威脅 OK這個影片就到這邊 告一段落啦 謝謝各位的收看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忙按一個讚 分享 訂閱把小鈴鐺打開 那我們下一次再見囉 大家再見 掰掰